各位666宿会的家人 大家现在好 我是周文强老师 然后有一个网友说 周老师能不能录个领袖片 可以啊 领袖片其实周老师有讲过的 你把周老师所有的录音听完以后就有的 要想成为领袖非常简单 真的 在中国白手起家的几个领袖 刘邦 刘秀 朱元璋 包括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 他们为什么能成为领袖 你们有没有发现 在中国我研究了一下 要想成为领袖只有两条 要不就是父母双亡 要不就是少小离家 反正就是从小没有父母管 凡是被父母强制管的 没有一个能成为领袖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因为父母会限制孩子 两只老虎 一直放在家里养 圈养 一直野生 让他自我生长 你告诉我 三年以后 五年以后 等这个老虎长大以后谁厉害 那一定是野养的那个 所以如果周老师的父亲没有坐牢 如果周老师15岁 没有少小离家 我可能也就是个普通的人 但是就是因为 15岁就来到了这个江湖上 靠自己把自己给练成了 真的是这样 真的是这样 所以教育孩子 最重要的是要给孩子空间 让孩子自己 来到这个社会上锻炼 不要让他成为温室的花朵 这是第一步 要想成为领袖的第二步 那就是要生起一个梦想 你要想当领袖啊 对不对 然后这是第二步 你想当商界领袖 你就研究所有的商界领袖 马云十一柱 郭台铭 王永清 李家政 黄光玉乔布斯 第二盖茨 对不对 那这是第二步 那第三步 就是我们讲的五字金字塔 第一 自信 所有的领袖都是自信的 必须啊 你都不自信 怎么可能成为领袖呢 第二 自立 所有的领袖都是靠自己立起来的 第三 自强 所有的领袖 跌倒 迅速爬起来 绝对不会因为一次跌倒 而爬不起来了 第四 自律 然后自立 自强 自主 自主最重要 所有的领袖都是自己做主的 永远不会把主交给别人 从小 父母做孩子的主 长大以后孩子就没有主 从小听父母话的孩子 到学校听老实话 然后娶个老婆听老婆话 生个孩子听孩子话 因为他的主没了 你看耶稣祈祷的时候是怎么祈祷的 基督教 主啊 保佑我吧 把主交给了别人 要把主拿回来 信仰别人 信仰某个宗教 或者信仰某个人 你就是把主交给了别人 周老师的信仰不是让你信仰别人 更不是让你信仰哪个教 是让你信仰你自己 当你信仰你自己的时候 就把力量拿回来了 自己做自己的主 从小让孩子做主 这就是想成为一个领袖 就这么简单 真的 真的就这么简单 然后呢 周老师未来也会开一个领袖指导的课程 这也是周老师最近做的一个决定 因为周老师要拍摄人生当中第一部电影 然后呢 就找了很多小演员 演周老师小时候的故事 结果呢 我发现跟这些八九岁的孩子沟通的时候 我发现他们真的是天才 他们真的思维完全没有设限 他们本身是没有设限的 是被父母给设限了 所以他们从天才被教育成了庸才 然后周老师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我就觉得 哇 我一定要开一个领袖指导的课程 把我们中国的孩子 都让他们上这个课 把他们培养成少年领袖 从小教他们财商 从小教他们创业 从小教他们自信 自主 自立 自强 自律的能力 从小教他们演讲 让他们站在台上发光发热 从小教他们不设限 真的就是这样子 真的就是这样子的 我们中国的孩子如果能够这样 当然了 我会教他孝顺 这是肯定的 但是我不会教你的孩子听话 我会教他孝顺父母 但是我不是让他听你的话 真的 夫妻都下岗了 还让孩子听你话 你直接把孩子培养成下岗工人 把孩子培养成 爱父母 爱家族 爱祖国 爱人类 爱地球 爱生灵万物 这一定是给孩子爱 把你给孩子说的恐惧的部分 全部拿走 让孩子身上只有爱 只有创造 把你给孩子设限的那些框架 全部拿走 真的就是这样子 你就能成为一个领袖 周老师正在被领袖做到的课程 备完以后 我们也会通过这个节目 给大家做分享 希望今天的分享能够帮到你 我是周文强老师 我爱你 如同爱自己 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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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么意料